性女士说 在17岁那年 她遇到了命中注定的爱情 我那个时候17岁 我爸妈妈再怎么劝阻 我还是嫁给她爱情 是重庆远家她湖北的 而也正是这一份 她宁可与全世界为敌 也要守护的爱情 在20年后的今天 却成为了她痛苦的根源 这个婚姻生活让我很抓狂 很笨 从曾经的痴爱远嫁 到如今的恨意难消 在这段婚姻当中 性女士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腿软 我眼睛黑 我往地上一躺 她在那一瞬间跑掉了 我心脚痛 我再不进医院的话 有可能今天晚上 真的就这样去了 她没睡着了 全程睡着 没管你 没有 曾经的你浓我浓 变成了今日的 不管不顾 见死不救 性女士替自己不值 心有不甘 那么在今天 身为丈夫的王先生 在妻子一连串的讨伐声中 又会为自己 做出怎样的辩解呢 自己自找的 你要用刀包含死啊 整个我们那个地方 没有这样的女人 当这对夫妻的矛盾 一点点展开 观察员中正 为何会对 看似受害者的性女士 发出这样的感慨 要你这样的女人 我也受不了 我百分之百受不了 这段二十年的感情背后 究竟有着多少 不为人知的往事 性女士曾经的一片痴心 真的是错付了吗 让我们一同进入 今天的金牌调解 吃爱生恨的背后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 欢迎北辰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金女士和王先生 我们先了解 大家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感觉 这个婚姻生活 让我很抓狂 很愤怒 想让老公跟我多多沟通 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 不是说跟他一沟通 就跟你大发脾气 在他的思想观念里面 他没有错 错的都是我 所以错在他 也不叫错在他 我也知道我也有错 可能这两年来就形成了武断吧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根源在哪呢 我希望他在说话的方式 他就是错了 不正确的 他那种方式是什么方式呢 很怼人的 没有任何人受得了 他说话的口气 对于他状态的问题 是吗 对 他也说我说话 对他不温柔 你觉得你为什么说话 会是那样的方式 因为他对我也是脾气很糟 对我说话也是 大声大叫的和我 这两年他而且还会动手 我说一个女人 好像是暴力一样的 就这样 一落错 夫妻二人都表达了 对彼此脾气上的不满 眼下两个人 已经到了相见生恨的地步 那么这一段感情 是从何时开始变化的呢 他们两人 共同提到了一个时间点 那就是两年前 据信女士说 之前他和丈夫 一直在外打工 直到两年前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信女士看来 创业本来就很辛苦 需要的是互相支持 可丈夫却在不停地拆台 而且这种感受 不光是自己有 女儿也明显地感觉到了 甚至写进了日记里 女儿的日记写了一点 因为不是欠账吧 我们在家里清修了房子 我把我的奶茶店 搬到我的新房子里面 我们二楼自己的房子 装修了一个小型KTV 年底人家好多人就来邀账 我们家其实钱也是 全部是我管的 我就跟所有我欠钱的人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反正你们邀账呢 我说你就来找我吧 我说反正你找我老公也没用 就是那天晚上 我们争吵了几句 楼上有客人他就去楼上了 然后那个邀账的人 那天晚上反正说来说去 然后我跟他两个就 从刚开始说 到后面也发生了争执 其实只是争执 但我女儿他就吓到了呀 他以为我跟他的人会吵起来 甚至会打起来 然后他就很急忙地 就跑到楼上去去求助爸爸嘛 他说爸爸爸爸 要账的叔叔跟我妈妈吵架了 他的回答是 妈妈不是很厉害吗 让他去吧 后面还有的账给他要 后面他还有的架吵了 其实我女儿当时下来 没有告诉我的 他怕告诉我之后我难受嘛 我女儿在日记里写照 我看着我妈妈忙碌的背影 在看见我妈妈 那娇嚣的身躯 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的心里好难过 我多想快快长大 好上好的大学 替我妈妈还账 我女儿很恐怖的 就是怕我们吵架 因为我们经常在她面前 看到我们的就是吵架 不是吵架就是打架 如果你害怕女儿看到 吵架打架场景 在当时不是更应该赶紧下去 避免让她看见妈妈和别人吵架吗 没有 其实没有 她是担心 但是我的监控里面都看得见 没什么事情的 既然你心里有数 为什么不安慰女儿呢 也是跟她吵架的 心里有气吧 冲着女儿说 明知道女儿害怕你们吵架 对对对 信女士说 女儿的日记 直戳她的痛点 道出了她的心声 据她观察 自从回老家创业后 丈夫就一直表现得躁动不安 事情不愿意做 还沾染上了恶习 打牌 赌博 每天晚上十点多下班了 出去玩一下 五点六点 那段时间 我是想让她自己慢慢地管自己 我觉得经常一个管理不是我的孩子 对吧 你四十多岁了 在信女士心中 夫妻俩之前在外面打工 下了班时间自由 悠闲一点没问题 现在回老家创业 所有的时间都应该放在小店的经营上 可无奈的是 这个道理 丈夫压根不懂 从她干的糊涂事就能看得出来 然后那段时间 我看她应该是输钱的状态 眼睛通红 跟你说话特别口气不好 我不想忍耐了 我说你不要再打了 今天晚上你再去试试看 然后结果她当天晚上 还是去了 还是去了 然后我就到那个打牌的家里去 但是我的那个前门 我就听见里面人打牌 我也听见她的声音了 我就在外面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啊 她还骗我说 在哪个同学家玩 我说你这上谎都不打糟糕啊 我说你快点给我滚出来 我就知道她不会走前门走 她走那一家的后门 我就去后门堵住了她 堵住了当天晚上我回来 也是吵了 我也很冲动 我说那要这样子的话 我们明天就离婚吧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不想管你 然后她就说你就离呗 然后第二天 我就去把她叫起来 我去拿离婚证 你晚上气还没消下去 其实我知道离婚不可能说 一下子就离着掉 其实我也是想吓唬吓唬她 明白 其实去试探一下她的态度 其实她那个时候只要说 她真的不去了 这个事情根本都没有那么严重 结果就是在床上 我就把她拉起来 你神经病发了吗 然后你一言我一语 就神经到动手了 动手那一次打架 我终生不忘 当时旁边放了一把 向下的那个木椅子 她轮起椅子 轮起椅子都朝我头一砸下来 在那一瞬间 就是她的大姐夫 也在我们家住着 大姐夫人高马大 一把抓住了那个椅子 你说话不要受冤枉了 我不冤枉 是谁先动的手 你要说 动手可能拉到扯扯 是我先动的手 你要用刀把我喊死 我用刀砍你的时候 不是你先弄椅子 弄我吗 那是的 你还在这里说冤枉干嘛 我被她喊了一刀 我堵开的时候被她喊死了 那结果把我衣服撕破了 我脸上了 到处去伤疤 全部是在打的 那天怎么没去离婚呢 没有 那天我开个车我走了 你走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想跟她吵 不跟她闹 你不都是那样吗 每一次 不管是大吵还是小吵 拍屁股就走 你这个走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跟你吵 不跟你闹 你是要追着我 打我 骂我 你这个走是什么意思呢 出去冷静笑 那时候我出去玩了 两个月回来的 玩了两个月 玩了两个月 对 这不是出去冷静吧 我把手机关 谁电话我都不接了 你是什么心态呢 散散心 就是把这个气消掉 要消掉两个月的时间 才消掉气啊 你这两个月在外面做什么 没做什么 朋友在杭州 在杭州那边玩 两个月跟她也没有联系 跟她没联系 两个月当中 任何人打电话给她 包括我女儿打电话给她 发信息给她 她都是不回的 这两个月 难过肯定是难过 难过 但是我还得装出衣服 我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夏天到了嘛 来 夏天生意好嘛 我一个人嘛 我也忙不够来工作 对 王先生一走就是两个月 要无音讯 实在是不靠谱 家里的生意 妻女的生活 完全被她抛住脑后 直到两个月后 她才想起了老家的妻女 一说起这一事 妻女士告诉我 那至今让她记忆犹新 发了个信息 她打牌输了 借了人家两万块钱 她现在回不来了 时隔两个月 妻女士收到的唯一一条 来自于丈夫的消息 竟然是求救短信 当时的她 已经顾不上责怪丈夫了 她迅速地把钱打了过去 帮助丈夫脱困 然而 这一次的风波 并没有随着丈夫的回家 而归于平静 准确地说 这对夫妻的关系 是从王先生回到家的那一刻起 才开始真正被推向深渊 回来之后 大家都看似平静地过日子 结果几天吧 她的手机就一直响一直响 然后当着她 当着我的面 她也就很不自然的那种表情 其实她回来 第二天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 我的感觉是取之于 她带回来的衣服 我们十几年的夫妻 我太清楚她了 她夏天洗衣服 能用洗衣粉 刀刀就不错了 但是那个衣服 有一股柔顺剂的味道 当时我闻到那个柔顺剂的味道 我就能感觉 就算说她在外面没女人 起码也是有女人帮她洗衣服 没有 没有啊 她说我在外面找了个女人 没有 根本就没有 是她跪在我面前 跟我承认错误 这是她自己亲口说的 就在我以前的奶茶店 砸小吃的那个房间 她告诉我说 老婆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我说了之后 你千万千万 你不要生气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有告诉我 就算说这个事 我也忍了 为什么 好像那一次嫁吵了之后 感情淡了很多 好多事情我也看看难度 然后她就 她说这个电话 是我在外面认识的一个女的 怎么怎么样的 她跟你说的意思是 她就是坦白 叫我不要生气 当时我听了之后 我好像还真的没生气 不但没生气 我好像还 我觉得有点好笑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难心待 可能我现在回头想想 当时我不是不气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气 我也没骂她 我也没打她 但是我还是大哭了一场 没过几天 也是我这辈子 终生难忘的一天 当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我们又因为一句什么话 又真知起来了 真知起来了 然后两个也就撕扯着 然后可能加上 我之前的愤怒 加上她跟我说的这些事情 我好难过 就抓着她的衣领 就很气很气 我气的时候 我腿一软 我眼睛一黑 我往地上一躺的时候 我手松掉了 她在我手松的那一瞬间 跑掉了 没管你 没有 也就是从这儿 差不多跑到那边那个地方 然后当时 一个大姐 还有一个阿姨 还是那个大姐 和那个阿姨 扶着我起来 当时 那个大姐也说了她 说我真的不是说你 这种做派对老婆 真的是不行 她还站在那里 还站在离我 起码有一米多吧 两米那么远的地方 观望 对 就观望 然后大家劝劝说说 她一直还在那里观望着 她给我拼命 她打我 搞我 我就是不理她 我就是把她手拿开 她自己去了 倒在地上 我没理她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被她气得要死 我哪有时间 我就能拿你呢 你是觉得 她几次都 都是她给我拼命 就是从小事开始 她就和一个给你拼命 倒地的那一瞬间 你还是在生气的是吗 对 我在生气啊 就是她倒了那么久 别人都来扶她了 你依然还在生气 我记得要死 记得要死 王先生的拒去辩解 犹如重拳 打在了新女士的身上 她痛心不已 显然对于丈夫此刻的态度 她厌恶至极 在几经贫复后 她继续向我们讲述了 那晚回到家中后 所发生的一切 那绝对是一个 她再回想起来 依旧心有余悸的夜晚 回家了之后 醒了早之后 我们大家都没说话 睡在场上 我心脚痛 就像那个曾家人一样的 从刚开始轻微的那种 到后来很严重了 我就感觉不行 但是她睡在我旁边的 我也没叫她 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 给我她姐夫 我打了几遍电话 都没接 但那个心脚痛啊 是越来越厉害 我知道了 这个时候 我再不进医院的话 有可能今天晚上 就真的就这样去了 但是我在那种情况 我还是没叫她 但是我包括打电话 包括揪着自己的胸膛 她没睡着了 全程睡着 也不问我 你怎么了 全程睡着怎么样 是你又在给我闹 我又在给我吵 你自己气得那个样子 她自己搞忘记我了 你知不知道 她在很难受 知不知道 你也没理 自己自找 你只要那样是不是 那天晚上我姐夫 把她包在医院去的 姐夫来了 你也没动 没动 还没动 没动 因为我都气得要死了 已经 我哪有时间 去抱她呢 王先生 我都气得要死了 因为门法 一直都没完没了 给你扫架 就是给你拼命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就这个样 你说哪有个女人 脾气这么暴躁 整个我们那个地方 没有个这样的女人 你一点都不担心 万一她真的心脏出了问题 生命安危吗 你真的不担心吗 你脑子里有一点这个 不不 但是我知道应该是没有 没有 不可能有那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呢 我不可能那么 人家子会死掉 有很多意外发生的 我认为是不会的 我轻走的 到死的时候 我肯定会救他 不用 姐夫替你做了这一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 姐夫是帮了你这个忙呢 还是姐夫这个举动 在他心里 从此对你留下了更深的痛 或者是恨 都不知道这是好事 还是坏事 这件事情以后 你心里会怎么想 当时姐夫回来 敲门 我门反锁着 我疼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我是从床上滚下去的 滚到地上 爬着去把门打开 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姐夫就很着急 说你这是怎么了 我连话都很难说出来 他还是睡在床上的 姐夫一把抱着我 给我送到医院去 然后就吸了 两个多小时的痒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们走的时候 里面的灯 外面的灯 门都是开着的 因为姐姐妈妈走 回来的时候 灯熄掉了 门关掉了 他睡觉了 姐夫都把他送去医院了 你居然睡着了 没有啊 我哪里睡得着 我气得气得要死 你还在气呢 他都去医院了 你还在气 是他给我拼命了 我都被他 搞得我 被他气死了 我都杀得要死 我以为你会说 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都去医院了 我担心呢 我真的想多了 难以置信 当妻子命悬一现 身为丈夫的王先生 竟完全是一副 隔岸棍火的心态 更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是 他所描述的 那一刻的心态 到死的时候 我肯定会救了 王先生的表现 叫人怎么看 怎么觉得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 40岁的成年男人 而是一个 少不更事的孩子 对于这样的一个丈夫 死里逃生的杏女士 只觉得胆寒 杏女士替自己觉得不值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观察员观文 看不下去了 杏女士说 你就像是一只 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 非常错误 你不是白眼狼 你应该是吞金兽 你看两万多块钱 你老婆说打就打过去了 只有一个要求 老公回到家里就可以了 那你的一口 就把这两万给吞掉了 然后就是看着 你老婆倒在地上 一声不响了 你说你这不是吞金兽 是什么呀 当你在面对这个情况时 你心里想的就是 我还在生气呢 都是他自己要发脾气 所以他心脏病发的火该 你不觉得这样太伤人了吗 其实自始至终 王先生你知道吗 你一直在觉得 你老婆脾气特别暴躁 她特别不好 所以你没有办法 再像以前那样去爱她 因为你想爱的是一个 像别人老婆那样 很温柔的 脾气不那么大的 不会动手打老公的女人 你会觉得 那样的女人比较可爱一些 可是那样的女人的老公们 她们是怎么做的 你有没有想过 那样的女人的老公 她是不是会在外头 去把钱输光 她是不是会在 和老婆吵架的时候 只要老婆情绪上来 她就比老婆更凶 她是不是会像你一样的 在言辞上面 丝毫都不注意地 去拿情绪 应对她的情绪 别人的老公做得好 所以别人的老婆才温柔 这一点是我特别想提醒你 要去思考的地方 其实她把个脾气改一下 我也在乎她 她脾气太爆了 就是太爆了受不了 反正她动不动 就是用刀把我喊死 反正我身上全部指的 到处就伤疤 全部是她打的 我要打她一个时候打不赢 我有那么大的仇恨吗 我们两个 对于观文的批评 王先生显然是不服气的 他反复地强调着妻子的彪悍 和相较之下 自己的弱小和无助 用她的话来说 身旁的这个妻子 她不是不想爱 而是压根不敢爱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王先生突然提到了一个人 我妈妈很心动我 就算她每天给我找家人 那样打我 受到她的媳妇 她心里看见都难受 她有时候在外面 就讲她的坏话 她别人又说给她听 她就记我妈妈的仇 据王先生说 这两年来 她所受到的委屈 老母亲是最清楚的 老人家心疼儿子 为自己教区 失属人之常情 可当这一切传到 妻子的耳朵里时 她瞬间就会变得十分狂躁 甚至对着老人家 做出了一个 根本不该是儿媳做的 极为过分的举动 她喊着我妈妈的名字 骂了 我妈妈在房里 吓得不得了 进门 踢了好多脚 是的 我妈妈吓得不得了 不敢做声 是的 我承认 面对丈夫的控诉 姓女士倒是神情自若 毫不掩饰 她坦言 自己的确是对婆婆 做了出格的事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 婆婆欺人太甚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好的 我们节目继续 去年的农历的11月初二 那一次跟她吵架 也吵得厉害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心里疲惫了 我想离婚 那天晚上 我跟我老公就坐在客厅 我说我们就离婚吧 我们要不要吵 也不要闹 对不对 我说我的房子 在我们的镇上 不说是属一属二 那起码是 差不多哪去 我在我娘家借了几十万 装修做生意 我说房子一人一半 你不是那时候 你说房子我拿不走 但是你也别想得到 对呀 我说我留给我女儿 我没错啊 那你说把房子炸掉 房子炸掉 那是以前吵架的时候 以前吵架的时候 以前 就那天晚上 我家婆婆从房间出来 说你口口声声说 你在你妈妈家 娘家借的钱来装修怎么样 那装修的这些磁装 这些集成墙 都是你娘家人借的钱 你不好把这个板 敲走吧 这是老太太的话 我当时我本来 我跟她就在气头上 对不对 我是没听到那样说 我是没听见到那样说 我本来跟你老太太 说实话 我本来跟你心里 都真的算是有仇有恨 只是因为你是我婆婆 你年纪大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这个时候跳出 你就是跟她见识 就是 如果那天晚上 没有你妈妈说那个话 我会叫着她的名字 骂她吗 我妈妈在房子 吓得不得了 踢门 踢了好多脚 把门叫喊的时候 把她打死 是的 她说要早点死 她死了我就没气了 她说 我甚至还说过 就算你妈妈现在死了 也不代表我心里的气 能消得了 你动不动 要把我们妈妈赶出去 我妈妈就一个人 78岁了 不让她家里睡 叫她把她赶出去 不让她住 你有没有想过 她跟你妈妈的关系 可能跟你也有关联 有啊 也有啊 说我妈欺负了 没有把她当自己的媳妇 把她当做外人一样的 你觉得这个根源在哪 你脾气太坏了 我也想问啊 你就是给我搞不好 那为什么你给我妈 七八十岁了 你还是掉了 一会儿老师们会跟你 探讨这个问题 王先生想不通 母亲固然有错 但错不至此 妻子会对一个七寻老人 都这么斤心计较 大打出手 足以说明 她的脾气 是有多么的暴躁 这样的一个女人 叫人如何能够 与之共同生活 就在这时 一旁的姓女士 突然吐出了这么一番话 我是重庆远家塌父辈的 我那个时候为了所谓的爱情 我爸妈妈再怎么劝阻 我还是嫁给她爱情 那你说你多大呀 十七岁 我就感觉 我为什么现在我这个气啊 总是出不出来 我不甘心 我愤怒 十七岁时 姓女士抱着决绝的心态 奔赴爱情 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 这颗炙热的真心 却似乎无处安放了 丈夫的冷漠 活泼的排斥 让她无法接受 她就快要被愤怒给吞噬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候 观察员中正提出 想要和姓女士 好好聊一聊 姓女士 你自己的修养啊 确实 哎呀 我说 我直播 要你这样的女人 我也受不了 那百分之百受 动不动 打人呢 还动刀子 这哪行呢 这人都吓死了被你 家暴家暴 不光是男人家暴 女人也不能家暴 这个动手打人 肯定是不对的 一个男的 说实在话 被老婆打 真的是 你这种滋味 你知道 那不得了 不仅是丢面子 他整个的家庭地位 就严重地就被恶化了 因为这说出去 人家都笑话了 你走出去 脸上整伤怎么回事 被老婆抓的 多丢面子的是 你为什么会这么 容易失去控制力呢 多急了容易上手呢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可能还是 觉得我跟他的沟通 没办法了 我才会动手 对吧 就跟我们管小孩样的 我说三遍你不听啊 我动手了 一回事 方法无能 的另外一个根源在于 你自己对你们的关系 没有信心 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你总是基于想改变他 其实很多时候啊 你自己多关注他自己 对他的这些行为啊 你少一些那种 急迫的改变愿望 你就慢慢地会接受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跟婆婆吵架这个事啊 心情我是很理解的 但是这个确实是 做得出格了 过分了 他本来就觉得 事实不如你 他连他妈妈的浓郁 都不能捍卫的话 那这一点 我真的更干不起他了 好歹他今天整场 让我刮目下来 就是他妈妈的这个事情 他还比较硬气 一个男人 他的能力有高低 但是他对父母的孝心 捍卫父母的尊严 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我真的觉得王先生 您真的不像四十多 您像十四 一个叛逆少年 非常的潇洒 非常的自由 你可以离家出走两个月 不管身后事 不管他们在承受着什么 遭遇着什么 经历着什么 你只管自己玩 同样你觉得他帮你 还这个赌债是理所应当 这就是孩子 孩子犯了错 妈妈替我买单好了 你不用担责 同样 他被气得活生生 就给晕过去了 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你依然可以冷眼旁观 而且可以毫不自责地说 这有什么 没有那么严重 到真正要死的时候 我是会管的 天哪 我们笑完之后 我们真的挺心寒的 我要说一下欣女士 欣女士 我觉得你做错了不少 看似一个受害者 真的我们也听得很难受 很心疼 明明是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怎么会把婚姻经营成这样 我在想你第一点 为什么要去替她还赌债 你要知道 如此轻易地 就可以卖过这一道又一道 她自己犯过错的这些坎坷之后 她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零成本犯错 当然就意味着再犯错 我们可以去替她还 但麻烦你至少不要那么快 要让她去承担后果 否则她永远长不大 她不知道有后果 有严重性 你们两个人在婚姻家庭当中的角色 是错位的 我经常把夫妻之间的感情啊 或者经营婚姻 比喻成跳交易舞 跳交易舞 一般男方主导着女方 对吧 向前走 必要的时候呢 我在向后退 让你跟着我走 这叫交易舞 而你们的婚姻当中 是你一直在走着这种男人的步伐 她在走着女人的步伐 推着她走 而且推着走也行 你适当地得退啊 得让她有前进的步伐 我没有看到 面对她这种不是特别成熟的 终生可能在叛逆期的男人 绝对不能像教育一个孩子那样 你应该退 让她进 以退为进 她需要在家里的地位 她需要在家里的鼓励 她需要在家里的支持 她需要在家里被看到 当然我这么说 对你来说挺委屈 挺为难 你说凭什么呀 我这么卖力气 我辛辛苦苦地做生意 什么借钱 我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你做得多了 她在家里显得无能 也确实是真的很无能 所以每个人 内心都是有虚荣心的 尤其男人 他希望被你鼓励 被你看到 如果在我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上 没有被看到 或者我也没做成 怎么办 那我就做点搞破坏的事 因为失败比成功容易做到 我去赌博 你看我可以输两万块钱 你得拿钱来赎我 这是一种畸形的成就感 因为我想要成绩好太难了 被大家注意 那我做点破坏的事 就特别容易会让别人关注 所以我说你这个男人 是终生青春期吗 终生叛逆 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谁让你找他了呢 你要离婚 我们都支持你 所有人 但是 如果你说不离婚 我还爱着他 那就一定要相信他一次 而且要改变自己的言行 要向后退一步 王先生 你的问题太显而易见了 第一 一个强者身边啊 往往都是掌声鲜花和肯定 而一个弱者身边 不管真的假的 会多很多的批评指责 甚至可能诋毁和重伤 因为无论从对家里的贡献 还有相处的方式上 你都处于弱 所以你只想要抗争 这当中不能否认的是 可能你也会有一些冤枉的时候 但是没有办法 大的方向在这呢 你弱了 所以如果想要让对方尊重你 肯定你 鼓励你得有事啊 不是凭空的 因为我是男人 我要面子 所以你对我 对我妈 对所有人 你应该如何如何 不是求来的 这个事情是做出来的 所以你的改变就是 无论从事业上 到人格上要独立 而且要看到 你的太太心里 在情感上缺失的这部分 她有一个坑在里面 当女人的心里 出现了一个坑 能量极其不足的时候 她就要拼命地 无论对外对内的攻击 她想要去获得 你的太太已经到了疯狂 掠夺这个爱 和被关注的这种程度了 她的举刀相向也好 她的寻死觅活也好 她气到心脚痛 要送医院也好 其实都是拼命地在要 她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要 所以用这种攻击的方式在要 而你不自知 女人好好哄 这个时候 哪怕你有点甜言蜜语 哪怕大饼你都不肯画 所以这个女人 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呢 你想一想这个问题 最后一句话 说一千到一万 接下来怎么做 把我这句话记住 你们双方都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 就是都明确地知道了 对方的软肋 并去想尽一切办法 击中这个软肋 这就是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今天走到这儿的根本原因 而建议是什么呢 我恰恰知道对方的软肋了 说明我关注过 我爱过 什么能刺激到她 那这个点 在相爱的过程当中 以后要回避的 这就是底线 不能碰富的 比如她重视亲情 她对她的妈妈 这就是她的软肋 所以两个人一定要记住 爱是合力 完成家庭梦想 而不是分道扬镳 各司其正地 为自己着想 好 稍后我们进密室 当调解团队发言的时候 夫妻二人都冷静了下来 安静地听着 那么对于老师们的批评和建议 他们能够消化多少呢 进入密室后 王先生主动和观闻 进行了沟通 不知道说什么话 我基本上 我全部都是她指挥 我都听她的 什么一份英文 都全部都交给她 那为什么医生会有钱赌博呢 那是我跟她生气 我是气得都要 就算被她气 也不该做这样的事 这点你现在能明白吗 是 我明白啊 对 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还是从这个家庭的角度上 那个事情 那时我知道 我自己会认出 我自己会赶 我知道 好 我自然她脾气太差了 别人也叫我 她发脾气吧 你就走了 不要跟她走了 我是这样做 她不行 追着你走啊 我觉得他们不是教你 他们是坑你好吗 那你老婆是一个蛮好强的 蛮能干的女人 对待这样的女人呢 遇到矛盾 遇到争吵的时候 你不要去躲开她 因为你越躲开她 她就会越抓狂 你这个时候 哪怕你靠近一下她 她哭的时候 她难过的时候 你帮她擦一下眼泪 或者你抱一下她 两个人靠得近一点 但是我也想了 她的脾气 就会更缓和一点 这是一种方式 你慢慢去试你知道吧 你不要说 我现在一下马上就变得 跟那些男人一样 很会哄老婆 你的个性 肯定也很难做到 但是你可以去朝这个方向 试试看 关门告诉王先生 用亲密的肢体语言 来代替逃避 或许能够能够更好地化解 他和妻子之间的冲突 同时 他还提醒到 如果不尽快改善 夫妻二人这种 剑拔弩张的状态 很快 这个家庭 将会面临一个 更大的麻烦 因为接下来 女儿马上进青春期了 青春期的时候 很多家庭里面 是女儿和妈妈对上 死对头 爸爸在中间缓冲 如果说现在 女儿马上进青春期 你和老婆关系又对上 你和女儿关系又对上 那就完蛋了 所以你一定要趁着 现在女儿还比较听话 你赶紧修复 和老婆之间的关系 以前不好的那习惯 我全部也改掉了 坚决不能再犯 对对对 一听说女儿 可能会受到大影响 王先生二话不说 立即接受批评 改正错误 那么姓女士呢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吗 确实有好的事情 我真的是也可能做错了 跟她妈妈 其实那天 我真的也是失去了女生 她妈妈随便跟我说 太气了 当然当时吵吵两句过了 我从来不理会 我刚才老实在讲 我也在想 对老公的容忍 老公犯的错 她真的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也不是说我非得不让她 来当这个家做这个主 只是她在有些时候 真的不成熟 我有事情退后一步 让她做 但是我最后的结果是 劳财伤民 如果我们用不当的方式 去跟她沟通 想去试着解决 反而是什么 适得其反 是的 要学会什么呢 我给你八个字 第一个呢 就是以柔克刚 我们女性还是要有柔美的一面 还有一个词呢 叫做以静制动 她在外面躁动不安的时候 如果你跟她一样 按照以往的模式 就杠上了嘛 你抱我也抱 对 你怒我也怒 现在我就希望你能够学会 以静制动 就我们平静 我们微笑 看着她 我们还要放眼未来 未来是什么 未来是她改好之后 她会改 我知道你其实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对她太失望了 如果说她改不改 但是这一步是她先卖出来 我不会先卖出去 也许是王先生 不负责任的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 杏女士对于她 是否能改变这一点 显得有些信心不足 她提出 除非丈夫先改 否则自己坚决不改 那么王先生 是否愿意 先卖出改变的第一步呢 她也要改 都在改吗 我说她不改 她都在改 你看你们俩都是这样 我就是她不改的话 我肯定我也改不下来 这对夫妻 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同时也明白 及时调整的重要性 可却偏偏 谁都不愿意 先做出改变 调解似乎陷入了僵局 武运和关文 继续努力地 和这对夫妻 做着沟通 那么咱们一时结束后 杏女士和王先生 还愿意做出自我调整吗 谁会率先迈出第一步呢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现在密室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来 来了解一下 两位当时目前的决定 和大家各自的想法 老婆 我以后再也不去赌博了 我以后会 把我的那些坏脾气 改掉的 我们一起努力 就是把女儿 好好地培养大 老婆你相信我好吗 为了女儿 我再相信你一次吧 我也很愿意回到 那个时候 没什么钱 但是开心快乐的时候 现在我们生命当中 家庭当中 多了一个乖巧 懂事的女儿 要给女儿做个榜样 你告诉我的 叫我不要那么抱你 叫我要平息自己的情绪 我答应你 我做得到 对待婆婆的事情 我也承认 确实是我过激了 那天晚上我的举动 不是说吓到了你的妈妈 可能真的 我现在想起来 连我自己也给吓着了 我回去 我该做媳妇做怎么样 我还是怎么样 哪怕说她说 我不好也好怎么样 那个都不是个事 我说实话 通过你们刚才的表现 我还是有一些担心 谢女士 你上来的一句 说为了孩子 这四个字拿掉 因为真正能够 让你们夫妻幸福的是爱 是为了自己 为了孩子是你心里的想法 但是一定要放在第二位 先为自己 只有你的能量足了 孩子才能有幸福 对王先生 我希望你回去之后啊 继续思考思考 把所有的改要落实在 具体量化细化的行为上 比如我要多去拥抱我妻子 当她感觉受委屈 或者情绪要爆发的时候 你知道男人的温度 是化解女人心里寒冰的 最好的武器 自己去想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如何不断地给她 以温度让她融化 在调解的最后 我们欣慰地看到 王先生主动向妻子 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 他的这个举动 对于新女士来说 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他终于看到了 丈夫作为一个成年男人 该有的大气和胸怀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就要看 王先生的行动了 而对于姓女士 我们相信 在回去之后 她将会用更加智慧的方式 来帮助身边的这个男人 快快成长 只有他们二人 都积极地去改变 才对得起姓女士 在17岁时就付出的 那颗炙热的真心 中文字幕制作人